1992年1月,两个宇宙天体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星系 我们第一次有了确凿的证据 证明有西外行星围绕着一颗外星恒星运行两个岩石世界 围绕着2300光年之外的一颗恒星旋转 现在,仅仅30年之后,这个数字就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本周,3月21日,标志着5000多颗西外行星得到确认 这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 准确地说,NASA西外行星档案中进入了5005颗西外行星 每一颗都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每一颗西外行星都出现在同行平易的研究中 并使用多种探测技术或分析方法进行了观测 对于后续的研究来说,这些内容非常丰富 可以通过新的仪器了解更多关于这些世界的信息 比如,最近发射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以及即将到来的南希、格雷斯、罗曼太空望远镜 加州理工学院NASA西外行星科学研究所的天文学家杰西 克里斯·蒂安森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新的世界 一颗崭新的行星 我们对其中每一个都很兴奋 因为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 天文学家亚历山大、沃尔兹詹和戴尔 弗雷尔发现了最早被证实的两个世界 这两个行星是质量分别为第94.3倍和3.9倍的西外行星 围绕着一颗被称为毫秒脉冲星的死星旋转 该恒星会在毫秒时间尺度上发出节拍或无线电波脉冲 第三颗西外行星是1994年发现的 它的质量是地球的0.02倍 比地球小得多 此后被命名为Ledge 这些西外行星分别被命名为Portergeist Vorbiter和Drager 这一发现表明 银河系一定充满了这些东西 脉冲星是中子星的一种大质量恒星的死核 它们喷射出大部分质量 然后在自身重力作用下坍塌 它们的形成过程非常极端 通常涉及巨大的爆炸 天文学家亚历山大沃尔兹詹说 如果你能在中子星周围找到行星 那么行星基本上应该无处不在 行星的生成过程必须非常强劲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用于识别这些西外行星的技术 是基于来自恒星的非常规则的脉冲时间 这些脉冲会因轨道物体的引力影响而略有改变 所以这种技术仅限于脉冲星 它不是用于没有规律的毫秒脉动的主序恒星 然而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天文学家威廉 伯鲁茨基帅先使用临日法时 西外行星科学爆发 这种方法可以观察到 当一颗西外行星从我们和其主星之间经过时 恒星的光线会出现微弱的 有规律的下降 2009年发射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已经确认了超过3000颗西外行星 另外还有3000颗候选行星在等待发现 除了临日法之外 天文学家还可以研究西外行星对其主星的引力效应 当这些物体围绕一个相互的重心运行时 一颗恒星就会在这个点上出现轻微的抖动 从而改变了它发出的光的波长 此外 如果你知道恒星的质量 你还可以通过研究它的摆动程度 来推断出西外行星的质量 如果你知道一颗恒星本身有多亮 你就可以推断出这颗西外行星的大小 这就是我们知道宇宙中有西外行星的原因 这些行星与我们自己的系统中的行星非常非常不同 热木星是巨大的机体巨星 围绕其恒星运行的轨道非常近 这种接近会导致西外行星的温度 甚至比一些恒星还要高 迷你海王星的大小和质量 介于地球和海王星之间 并且可能适合居住 还有超级地球 它们像地球一样不延时 但质量可达地球的好几倍 因为直接研究西外行星非常困难 它们很小 很暗 很远 而且通常非常接近一颗明亮的恒星 它的光会 淹没西外行星 可能反射的任何东西 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 除了我们当前的检测预知之外 还有很多世界存在 但在未来的岁月里 随着技术和新分析技术的进步 这些门槛将会后退 我们可能会在最古怪的梦境之外 发现各种各样的世界 也许我们甚至会在太阳西外 发现生命的踪迹 这些门槛将会在太阳西外行星 也许我们在太阳西外行星